在头目的盯场之下瑞穗香代会原民级代表也质询为部落谋夫制 香代表林玉芬质询关切乡公所主要向原民会争取原民产业扶植 补助计划的推动执行成效 林玉芬强调专案专用在原核产业配比上能符合比例原则 借着部落小旅行来培植强化部落产业的量能 2016年开始瑞穗香公所推动部落小旅行 2018年以此特别和全台各县市乡镇争夺拿下了原民会原住民产业扶植计划 来强化部落小旅行游城 然而向代表林玉芬从不同角度看见了部落匮乏的机会 给他一次的机会快一点不会准备 但是你给他们的机会太少了 然后他每一年都在自己在弱在试他的成果 然后到明年他又忘了又重新 我们是不是部落小旅行可以给一些 要找一些重点的原住民的一个团体或者是部落 他是执行的不错的 一年我就给你一次六次的机会 让他跟他所有的作业流程SOP整个建制起来 要不然你每一年给他一次 你是所有每个人可以共享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然后每个人都参与一次 我们进步是很困难的 但是乡公所虽然年年半年年好几梯次的部落小旅行 深入部落小农或农产 在全乡与路均沾的同时 原本弱势的部落 相代表林玉芬质询认为 在产业扶植计划中 部落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扶植量能 要求相公所说明 所有的团体 是 有多少团体 可以享受到这个计划来的 这都跟大家有报告 其实我们参加的团体 就除了个人之外 团体其实 我们相应的亲团 协会 还有户口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设限 所以我们有很多是资源连结的部分 所以我们参加的人 应该是 大部分都是我们相应的 即便在计划专业团队辅导 提供部落赔力 室友 课程等辅导项目 但是相代会认为 相公所不论在产业扶植或部落小旅行 配合团队的配比上 反而相对减少了部落见习操作的机会 似乎也让圆明会这一项原住民产业 扶植计划的美意大打折扣 面对目前正在整顿的五克产业中心 未来相公所将如何营运规划 借此扶植部落产业 相代表林玉芬将持续关注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